2013年中共兩會上的習近平和胡錦濤。 圖片來源。 Film out. I get the images. 看中國記者李文龍綜合報導。 中共前黨魁胡錦濤繼11月兵露面後, 日前又以另一種方式露面。 官。 方稱,全三卷的胡錦濤文選,下稱胡選,現狀本已出版。 Why? 媒評論認為,這時有人在懷念胡。 又提到胡拳退交權時,習近平感謝。 他。 據新華社12月25日報導,全三卷的胡錦濤文選現狀本已出版。 法廣刊文認為,胡選現狀本出版,自然引起一番新的議論。 許多是懷舊念好。 胡錦濤台上時被執擁關,下台後,到台見見。 有了些名聲。 胡的政績也受到關注。 文章說,胡主政期間貪腐大。 發展,連周永康這樣位居常委的高官都貪腐不止。 連他的大密令計劃,也是大貪。 胡錦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知是管不了,還是不管閒事。 當然,胡主政拉薩時,也鎮壓藏人。 胡主政時中共迫害人權的諸多。 壞事照做,這樣的政績就提得很少。 另外,胡錦濤主政低調務實。 韜光養晦,中美關係十年和諧,港澳台與大陸也相安無事。 胡的不折騰因此成為所謂名言。 法廣以此暗示和胡主政時期和。 當下的習近平主政的對比,比如在中美關係、北京和港台的關係上。 形勢以天差的別。 文章還說,要說胡錦濤確實不折騰,因為他下台時,沒有像他的前任黨魁江澤民那樣,再延長幾年軍權。 而是直接將軍委主席大權交給習近平,因此習近平稱讚他高峰亮節。 前述。 有關胡選現莊本出版報道,提到中共對胡的著作的評價,稱反應。 聊胡錦濤的所謂遠見著實,政治智慧,領導才能,體現其巨大。 理論勇氣。 法廣認為,這些話雖然是為中共當局為歷屆領導人出文。 選實的套話,用在胡身上,給人的感覺好像是習近平還在感謝他。 有。 關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權退交權習近平,至今還被外界觀察家認為是中共內部權力和平交接的一次罕有的情況。 中共幾乎每次高層權力更替兜伴隨著血雨腥風,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便想實現了終身制。 江澤民也曾是土鏈全部退,過程中充斥權鬥、政變。 而胡錦濤不但裸退。 還和當時的總理溫家寶,幫助習近平拿下了有意爭奪最高權力與。 習同是紅二代的薄熙來。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閉幕。 當時有報導寫道,在宣布十八大閉幕後,胡錦濤沒力氣走,獨自一人。 收拾著桌面的文件,而主席排第一排他身邊周遭的人都已離去。 有外。 美記者在博客上披露。 當胡錦濤宣布大會閉幕,主席排上的領導退場。 時,這時刻預示胡錦濤時代已經結束。 胡錦濤全退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並沒有多少人深究。 在習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之際。 胡。 十分意外地以職務全退支持習近平全面施政後。 習當時卻曾讚揚胡。 高峰亮節。 不過,據異議人士高於爆料。 2012年過年時間。 胡。 錦濤與當年的一批清華校友聚餐。 大家問他是不是還要幹兩年。 他當。 石親口回答。 是。 但結果胡錦濤裸退了。 據說胡確定裸退的。 時間很短。 只在十八大召開期間的數天之內。 數明良策的評論文章因。 此懷疑。 從胡的性格看。 從上學起他就個聽話的好學生。 胡錦濤的左。 以及代理中共做了壞事。 很可能也不是出於內心。 而是因為環境的。 壓力。 因為他知道他是個過季的兒子。 不是親生的。 他只是個座堂女。 序。 所以他只能聽家里人的話。 胡錦濤主證實。 保受江澤民干政。 知苦。 江先是卸任總書記。 但繼續當了兩年軍委副主席。 之後江還以。 培植的多名親信嫁空胡。 梁策文章說。 事實上胡這樣做是有條件的。 就是要習近平幹掉江澤民。 習近平早幾年反腐聲勢伶俐。 拿下大批江。 的人馬。 直逼江澤民。 當時胡錦濤也多次露面挺習。 想著勝利再望。 可惜習受保黨意識所悟。 在中共十九大上和江澤民曾慶紅妥協。 江曾。 和一眾江派與黨從此逍遙法外。 而且。 江派排面人物韓正和辦理時效。 中江的王滬寧等人仍布局在關鍵領域。 文章又提到。 今年十一大。 月兵。 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 江澤民被直播架上場。 而胡錦濤首次。 以一頭白髮出場。 冷眼面對月兵。 沒有半點高興的樣子。 文章認為。 為。 胡錦濤或是一次對習近平做無聲抗議。 今年十一大月兵。 江澤民。 被直播架上場。 而胡錦濤首次以一頭白髮出場。 冷眼面對月兵。 沒有。